羅大佑的初見童年廣播直播演唱會 在8月29號的下午5點到7點來進行 初見童年的創作歌曲來源 來自於我們的陽明老樹廣場 所以這個之前拍攝團隊 也來這邊取景過 在於當天網路直播會看到 我們一些陽明老樹的一個場景 所以施工所要號召我們曾經聽過羅大佑童年 或很多他歌曲的好友們 一起來我們的市民之聲廣場 大家共同來回味重溫以前的美好時光 只要在這個活動之前 到陽明老樹廣場打卡 在這個活動當天之前來到我們這邊 我們就會送你手機架 這邊會有咖啡桌讓你坐 而且可以大家 相互在重溫以前美好時光的同時 大家共同來回味 我們也會準備這個點心跟飲料 讓大家在這個時光共同來食用 享用 也可以聽這個美妙的歌聲 所以在這個相互的這種互動連結上面 我們也希望說透過老樹廣場 跟我們以前羅大佑大家朗朗上口的歌曲 還有我們陸續要推動的這些 藝文這些音樂來相互結合 所以那天只要大家 大家能夠之前在老樹廣場打卡過 就能夠來這邊 鎖取我們的手機架 來這邊 一起來聽歌 讓我們重溫美好時光 希望就是所有的好朋友到會的小朋友 能夠在這一陣子的到陽明醫院的後方 在這聽到羅大佑他曾經在那邊拍戲打卡 唱了一個地方 歡迎我們的謝民朋友 都能夠到這邊或者市民之聲來打卡 然後呢能夠多多響應這樣的活動 那活動開始之後呢 只要你願意打卡就有這個送這樣的禮物 小時候聽過羅大佑唱的童年 大家都朗朗上口 所以我想這首歌 能夠讓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都能夠想到這一首童年 初見童年直播演唱 拿卡送好禮讚 這裡面什麼都有 就是口袋裡沒有半毛錢 可是人和魔鬼當到底誰 講到那支寶箭 講到那支寶箭 一般的那個女孩怎麼還沒經過我的窗間 吃你的飲食說你的漫畫 心裡是面對童年 要等到睡覺前 再知道工科子做了一點點 總是要等到高級以後 再知道改年的書都沒有練 才能加到六十年 而只 imprisoned 一同学有长长大与成熟的脸 这假期徬徨着明天 徬徨着大的重年 一天又一天 一天又一年 长大的重年